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依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林冠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欢迎我们周时观众跟粉丝们 扫描QR Code订阅 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频道的影片 我们看这个周末 整个香港接近失控 这张图片照片是香港的警方 在香港地铁丢吹瓦斯弹 同时这个布袋弹击中了 一个女孩子造成眼睛失明之后 香港黑衣人上万名以上 如今这张照片是 瘫痪整个赤蜡脚机场 整个香港机场 今天取消所有航班 整个香港几乎是陷入了 战争跟内战的状况 然而这样的战 当然反的是中南海 反的是中共 而这一波战争 这个董建华的说法是说 香港的民主运动 是受到台湾跟美国人的影响 然而老美这一波反中大战的 超级战神是川普 他这一个周末对着镜头说 美中没有协议都不谈了 也没有关系 所以美中关系也跟着再度恶化 也因为这样的恶化 所以这一场风波杀到了茶饮料 至少有超过十个相关的品牌业者 都被迫喝一国两制祖国饮料 那这一场祖国饮料 对决的是反中跟反中共的战争 这个战争背后有多少不谓人这个故事 我们待会好好聊聊 好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来是张国诚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老王 大家好 再来是姚慧珍 大家好 再来是许清皇 大家好 再来是黄创相 好我们先看一下下面的报道 一瞬间香港地铁站烟雾弥漫 防暴警察不断朝站内发放催泪弹 示威者聚集站内用雷射灯照射警员 防暴警察再度发放催泪弹 晚间九点多警民在魁方站对峙 一内一外一度僵持不下 最后警方拿武器盾牌步步避进 示威者受伤倒地不起 其他救护队的成员 连忙将他带到列车里 简单包扎 这场战火从地铁站内 一路到站外冲突不断 警察一次排开 拿着盾牌沿路发射催泪弹 逼退聚集在地铁外侧的示威者 十一号晚间防暴警察 驱离民众的手段越来越激烈 这一夜又将写见香港 好从下刚刚讲政治意识形态 无限上钢 这个周末台湾的品牌 从一方烧到口口 烧到一大堆茶饮料 要吞一国两制茶 要认一国两制 然后在香港跟美中的对决当中 这一次也因为香港抗争的失控 整个香港机场 今天完全瘫痪 应该不讲香港抗争的失控 而是香港警方越来越失控了 这失控的状况是 他们把香港变成了贝鲁特 变成了黎巴嫩 警察在街头上 直接的救队的地铁里面打了催泪弹 然后这个状况 对于很多手无寸垂的群众 用一个追打的状况 更可怕的是什么 一个才八公尺以外 一个少女 在一个广告的台车缝隙里面 一出来 一颗布袋弹 这个高动人就直接打进去 贯穿他的护照 然后到了今天 上午的时候已经确认 他的右眼受到重击之后 已经失明了 香港警察已经到这么失控之下 香港人民更愤怒了 一点的时候 在网路上号召 百万人塞爆机场 结果才叫一宣布之后 不到半个小时 香港的赤料小机团 一听就看你现在的画面 全部的数千人 就已经挤进去了 就把他整个机场 在半小时内 大家都过去 穿着黑衣去抗议了 他们就讲的是 叫做黑警还眼 你这样的一个警察 把我们的眼睛给还回来 要吗就是说 也这样子 你敢冲进地铁 警察你就敢冲进来 这个机场里面 把每个人都相杀 不然的话 要求警察 还给这个少女 一只眼睛来 香港警察的暴力 天理不容 他们就在那边走动着 在抗议着 或是把这些眼睛遮住 代表声援那个女孩 这个画面一下去之后 香港吃了两个机场 所有机场 所有班机都已经停飞了 所以让全世界都知道 香港的状况 香港警察的暴力 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状态 而且香港警察暴力 失控状态里面 在昨天 拔摇摇这个状态里面 还被人家发现的是 有警察可能混装黑衣人 然后有点就是 想要去造成暴乱的借口 造成镇压的原因 所以他们里面去丢了汽油袋 然后丢了汽油袋之后 查到是 因为很多黑衣人出来之后 打了这些造成暴乱之后 结果又是坐了警车离去 所以里面的一个混 就这样子 然后这更可怕的是 还有白色恐怖继续发生 什么叫白色恐怖呢 就是那些地方的帮会 黑帮人士 穿着白衣服去打这些黑衣人 甚至当那个港澳办说是 这是14亿中国人 共同的事情的时候 红色恐怖也出现了 穿着红衣的福建人帮 真的就这样子 用车子载过来之后 三天两夜游 玩完了之后 就去把香港人打了一顿 所以现在香港这个警方 福建帮是黑帮嘛 就是福建那边带来的人 是黑帮嘛 然后他们是 所以就是直接的就过来 而且是游览车载进来接待以后 到那边去住旅馆吃饭 吃香港的港式饮茶 然后打完人之后 扬肠河绪 穿着都是红色的衣服 然后因为福建人是闽南语 所以他们的衣服里面 还用的是 类似闽南语的五字巾 三字巾 穿着过去就猛打 所以白色恐怖 红色恐怖 在警方失扣 香港的抗争就不断的拉高 那现在的拉高的形势之下呢 香港警方解放军 港澳办 会不会有更强烈的动作 都变成是一个更紧张的态势了 真的 那问一下王豪大哥 那同时呢 也北戴河会议传出来 有中南级的人物 郭文贵的爆料是说 问了这个中南海的核心 问问明年 我们这个政权还在不在 然后也问中南海的核心说 香港的问题无解 怎么解 那这个有媒体去追 现在外传很有可能是 胡锦涛的系统在放话 对 这个当然有媒体在网上报道这个事情 因为北戴河会议这几天已经在开了 那慢慢的有消息透露出来 那昨天的这个 今天的网络报道是说 有可能一个中共的大佬 在中共北戴河会议内部写了信 让大家讨论 特别是这个北戴河会议会讨论香港问题 应该怎么处理 那明显的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 那我觉得这个中共内部对于如何处理香港 有不同意见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当然从来都是有鹰派有歌派有不同的派系 那有的说法是说有些鹰派是要在香港把事情搞激化 挖一个坑让习近平往里边跳 那有一种可能性是说 下面从收集来的香港的信息和民意 完全是经过了改写篡改 报到最高层实际上是完全不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 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像我上个星期在这个节目里面说的 是习近平他本身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他自己大头阵到处去这个三峰点火 到处四面出击 过高顾忌了自己的能力 那我自己感觉现在中共内部对这个问题的情况 似乎三个方面的状况都同时在发生 就是说一方面习近平这个左倾冒进 过于的这个激进 另一方面他这个各个系统收集的信息 完全脱离香港的实际 第三一个就是他内部的政治斗争 有人在挖坑让他跳 那么这三种情况综合起来 很明显的是中共在处理香港问题上面越来越致敬 越来越违背香港民意 越来越这个往这个暴力镇压的倾向在走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一开始包含郭文贵爆料说中南海有大佬写了一封信 时问中南海的这个共产党同志 我们看他问什么 他问第一个香港问题怎么解决 因为杀成这样火车对撞怎么解决 第二个问题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 还有明年吗 今年怎么过年 今年底的关税是多少 川普9月1号磕的是10% 还是往后很快的拉到25% 那香港的优惠关税免税会不会直接取消 再来高压统治的中国社会能撑过明年吗 明年中共在哪里 再来这个问题很凶狠 很直接问美中关系到了这个程度 中共可以撑到明年吗 中共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一样 中共是个政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此时的这一个国家 那这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罗军掌权的是中国共产党CCP CCP会掌权多久 70周年后 有71周年 有72周年吗 这个是本质的问题 再来新疆西藏少数人民 如果全都上街头 到底要花多少人处理这些抗争 然后如果现在是人人自为 海外势力如此的话 那问题要怎么解决 还有未来互联网跟社交媒体 还能控制吗 或者只会失控呢 然后呢 这一些中国的财政赤字外在 地方在如果一起报 这样的经济处境会是什么 紧接着而来 西方国家如果将中国海外资产 列为非法资产 这个我们本节目谈过 比较凶狠的时候 冻结资产 那请问一下 这些海外资产 在美国 在瑞士 在汇丰银行换的CEO 会不会被对冻结呢 然后呢 第九个 这个是资产的部分 第十个是 中共现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制度 行从实质废除了这个政治局 那政治局以前九龙治水 现在一人独大 而一人独大的场面 何以逐步的失控 对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中共的整个党内的一个结构 被习近平上台以后彻底破坏了 就是在邓小平上台以后 为了防止再发生文革时期 毛泽东艺人独裁的状况 曾经一度想要推动党内民主 起码是一个共义制 起码派系平衡 派系平衡 然后八大佬的集体决策 然后建立一套接班人的制度 安时退休 这样一个制度 所有这些制度 都在过去五年 被习近平彻底破坏了 这个造成了 习近平一人集中了所有的权力 同时也要承担起所有的责任 而他的权力集中的程度 甚至比毛泽东都有过 之而无不及 因为毛泽东当时只有 两个身份 一个是中共中央主席 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 但是习近平不光担任了 这么多主席 还有国家主席 而且还担任了 16个中央领导小组里面的 13个组长 所以他又设立了很多委员会 他又是主席 所以他几乎一个人 把所有的权力垄断了 当然你有这么多的权力 你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所以任何问题 尤其像香港现在这个情况 所有的责任都是习近平 一个人要承担的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整个世界局势 今年的黑天鹅很有可能是香港 那今年年初的时候 李克强跟习近平都担心黑天鹅 带来政治跟经济的风险 然而此刻的中南海 很难处理的是这个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反送中本质在反中南海跟反中共 然后反中的大战在全世界上演的这一出戏码 是以美国这个川普主政的执政团队 如今呢也跟中南海闹翻眼 川普这个周末对着镜头说 这个跟中国可能也不谈了 没有协议也无所谓 那9月1号就是压关税吧 同时呢北戴河会议也传出来 这个政坛大佬检讨此刻的中南海处境 那这个被网路媒体点名的大佬叫做胡锦涛 第一个问题叫做香港问题到底怎么解 解不下去的话究竟会如何演变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示威者向警方投掷汽油弹 现场瞬间起火 防爆警察用脚踩袭火种 力头多次举起黑棋后 不断开枪释放催泪弹 大批警察向前推进 现场烟雾弥漫 一名外籍女子被呛的跪在路面 不断咳嗽呕吐并且不停灌水 警方上前关切 一名孕妇戴上氧气罩 由救护车送往医院 疑似因为吸入过多催泪烟身体不适 香港连夜暴力冲突升级 12号坟岭警察机动部队总部 大动作示范水炮车 赤字约台币6644.3万元 购买的三辆水炮车 车上设有一个水箱 和催泪容易储存装置 可喷射水柱颜色水 来驱赶抗疫民众 左右车顶各装有360度的摄影镜头 可以拍摄外围状况 香港警方从上个月 就开始频频安排水炮车 路面测试 预计最快8月中登场 好 青皇刚刚看到的是 香港的局面失控 然后我开场的时候 给过观众朋友 一张赤大脚机场 如今的画面 因为从中午开始 香港的网友绕人 集结在机场之后 瘫痪整个机场 机场取消所有的航班 给观众朋友一个概念 香港的机场 每年过境出入境 超过6000万的旅客 当然有人停留在香港 有人是飞往其他的行程 然而在香港转机 6000万如果摊给 一年365天的话 平均一天是将近20万的旅客 的这一个行程跟流量 那问一下清华 显然将近20万人 今天的行程都会被迫影响跟改变 整个香港完全是外界 很难想象的香港 对 因为在香港 我们有谈过 它的重要性是在于说 它作为一个金融中心 然后它的产业特性 是在金融 然后服务跟运输这上面 那这几件事情大概占香港的GDP的比重 大概都有五六成以上 那所以就变成说 如果香港这几件事情都受到相关的事件的影响的话 那对香港的经济一定会有冲击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是香港的反送中事件的示威升级 已经到了罢工 罢市 罢客 然后到了昨天所发生的811镇压事件里面 它又让民众集结起来 针对所谓的香港黑警的这种攻击民众的情况 它又变成另外一个情绪的一个集结点 也就是针对香港警方昨天打爆眼睛 然后或者是针对地铁射催泪弹 让香港人又找到一个新的集结点 那这个集结点变成说 好 那你今天香港警方昨天发动的点是在地铁站 但香港的民众呢 这时候就到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放到机场去 因为香港有一个特殊性在 所以就变成说香港的机场 那么多过境的旅客来的时候呢 都会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也看到一个事情 就是你会发现有飞机的机长 还主动在广播告诉机上的乘客说什么呢 说香港人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他们要帮香港人加油 所以你就从里面可以知道 就是说国际舆论在看这件事情是什么角度 但是很显然的 在中国的官方要处理香港这个事件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有几个点 第一个点是你要跟这个很多人解释 尤其在舆论上解释说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北京的政府解释是说 这后面就是这些外国势力介入造成的 然后最新的外国势力被指控的 就是那个美国的外交官 所以美国的外交官是一个凶手 台湾方面也是一个凶手 也难香港人在诉求的所谓的反送中事件 好像不是真正的主角 反送中好像只是这些外国势力拿来的工具之一 所以这个就造成了北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切入点 一开始就不是处理这个民众的诉求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在这个事情里面你会发现 北京方面要替解决香港事件要找一个很好的理由 那很好的理由其实讲的是说北京有可能要升高在武力跟警力的使用的方式 但要升高你必须要有正当性啊 所以这个正当性我们看到什么 警察开始已经混入到民众里面去 警察混入到民众里面去 你在暴打民众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让人家会认为说 你警方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民众的过激的情绪 会不会也是你警察扮演的 你就很难避免这样的质疑嘛 那更不用说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出来说 针对香港人 这种对警方丢汽油弹的行为呢 可以当场击毙 可是问题在于说 你警方都可以混到民众去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呢 那这个丢汽油弹的行为 你也会让一般的人去联想说 那这个丢汽油弹的行为到底是民众做的 还是会不会有香港的警方 甚至有你们之前的所谓的白衣黑帮 在后面扮演这个角色 因为你可以确定的是 当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他丢出来一个可以当场击毙 这样的讲法出来的时候呢 外界就会去想说 北京方面是不是透过环球时报在暗示说 接下来你们对香港的镇压 要进一步的升级 这个是外界的理所当然的联想 所以你会看到什么呢 在我们录影的此刻 已经很多媒体在引用这一则 那而且他扣着一个点 也就是北京要告诉中国民众的一个点 是说你看香港的这个事情呢 已经升级到 连示威民众都在丢汽油弹 这是不可忍受的事情 胡锡进所丢出来的这个风向呢 变成是中国很多媒体在引用的风向 也就是他们看起来要把它定调 再说因为香港的事件已经开始使用到汽油弹了 这个挑战国家的公权力 所以这下一句话要讲的是 所以国家要用公权力去镇压呢 有正当性有合法性 所以可以当场击毙 然后后面再补充一句 这样的做法并不违反一国两制 那所以你就会知道说这样的说法是怎么样呢 他看起来就是有个脉络在 所以他要帮镇压去提了一个理由出来 然后同时也对台方释放讯息说 这个还不违反一国两制 因为他显然也知道 台湾现在越来越多人在质疑 你的一国两制 根本不是真的一国两制 你的一国两制未来的目的 你根本是要一国一制嘛 所以香港这个事件凸显到后面 其实只是告诉大家说 并没有真正一国两制的存在 张老师怎么看 现在全世界的焦点 大概就是金正恩的飞弹 跟香港警察的催泪弹 没有金正恩的爱情性 我都没机会做 这两个弹会影响到 最重要的角色 除了中南海之外就是白宫 可是目前看来 川普对于金正恩不断发飞弹 似乎是抱着一种姑息的态度 这个金正恩写信给他 他喜出望外 然后对于金正恩不断发飞弹 看来川普无意用眼力的态度 甚至还说对于美国跟韩国的联合军演 他也保持否定的态度 这个很可能就给北京方面 一个讯息 就是美国目前没有打算 用比较强力的方式去介入亚洲 他在乎的还是他的关税 他的经济 也就是美国的钱 因此或许可以解释 就是这个港府 在现在的镇压的行动 可以说是不断的升级 像这个催泪弹释放的这个数量 跟这个释放的这个场合 可以说是越来越不受控制 然后今天呢 大家知道又有这个水炮车 又已经出来展示了 这个水炮车 而且今天机场瘫痪 那明天呢 明天机场瘫不瘫痪 因为现在香港网路上 动员的是以眼还眼 就是说受害的女孩子 她的眼睛瞎了之后 整个香港全民愤怒 所以呢 这个中午时间 立刻集结到机场 整个机场全面取消航班 那这个是长期的 还是一天的 那如果长期 整个香港机场都瘫痪呢 香港机场离瘫痪 我看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了 因为目前来讲 香港机场两条跑道 它一天起这样班是一千班 所以呢 这个目前看起来 如果没有办法做到 24小时的强度的示威 那机场怎么清场 一样丢催泪瓦斯弹吗 昨天丢地铁 今天丢机场吗 所以机场会不会丢催泪瓦斯 这个当然谁都不愿意看到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现在可以看到 打瞎了这个示威者的眼睛 所以人民开始愤怒 所以呢 香港警察也升高情势 所以水炮车开始在那边 演练 那个水炮车在香港叫做 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了 这个它可以射出非常强力的水柱 在试验的影片里面 它可以把一个像普通人大小的 这个人偶 从这个两公尺的这个高度 把它冲下来 它的威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呢 也代表说现在香港政府可以说是吃了蹭铁铁的心 它完全没有跟这个示威者或者是这个舆论跟着民主派妥协甚至对话的打算 而是打算不断的升高这种对抗的强度 那现在来讲 这个机场来了许多的这个示威者 接下来呢 这个我相信香港政府是不会屈服的 它可能接下来会把水炮车开到机场 机场 因为水炮车的重点 它不是这个像警员挥棍棒 这个这样子这么明确 而且还需要动用这么多人 它一辆水炮车射出这个水柱 除了清水之外 它还可以在水里面掺杂这个催泪剂 胡椒剂或者是有色的染料 换句话说 一辆水炮车一发射 可能等于同时数十个警察 发射这个催泪弹 而且这个装有这些特殊化学原料的水 如果这个撒到这个示威者身上 你的防毒面具可能是挡不住 因为你的水会流进去 而且这种 这个之后的这种清洗 跟这种疗伤 可能是更加麻烦 也就是说 其实它的这种 这镇压的这种态势 是不会轻易改变 那这个 在香港的这些示威者 当然本身来讲是处于一个没有组织 纯粹处于一个义愤的状态 所以现在香港警方的做法就是 它无差别的镇压 它不是说你跟警察丢东西 还是说你跟警察抗议 它就抓你 而是路人 它都镇压 这样子是制造一种恐怖的氛围 让大家都不敢上街 一般的群众 一般的路人 不敢上街的话 示威者就很容易被区分出来了 然而而且呢 示威者在被警察抓捕的时候 也少了很多路人 或者是旁边经过的住户的 掩护跟这种这个协助 所以我认为这种做法 是镇压即将升级的一个讯号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香港反送中本职在反中反中共 然而香港的局势现在看起来火车对撞 而且是无解的状态 那这个网路包含媒体都追踪传出来 北戴河会议 这个中南海的大佬问了共产党员一个事情 第一个开中民意就问 香港问题到底怎么解 那同时呢 这个美中的关系还在恶化 川普直接对着媒体镜头说 有没有谈协议或者不谈了也没关系 那同时呢 也因为这样的国际氛围 跟这样的这个处境 使得网路上各式各样的政治的言论的 更激烈的激战打到了台湾的台商的台资饮料店 继一方这个被贴上一国两制茶之后 惠珍全台湾的一大堆台资品牌 COCO共茶那大院子85度C 有一些不同的品牌背后的股东结构已经不一样 然后他们都被贴上一国两制茶了 对我们现在的珍奶已经被加了政治味 然后自从一方出现一个支持一国两制的一个宣言之后 其他在中国同样有投资的 包括COCO共茶跟大院子 这些全部被面临表态 就是说你必须要公开的宣布说你支持一国两制 否则你在中国相关的投资布局 可能会面临到一些网友的抵制 或是政府的刁难 那同样的一旦这个政府 一旦这些厂商业者已经表态一国两制之后 他在台湾这部分 也会面临到台湾这一部分的饮料业者 就是或其他的一些消费者的一个抵制 其中最明显的案例就是一方 现在有了台湾有一个脸书粉丝专页 叫做台北恶霸 他特别恶棍 他特别去强调一方 他可能呈现的情况是 有假中资 然后借壳上市 然后变成是逼迫他的台湾的这个业者 要表态 采取政治的表态 为什么说他的资金有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一方他的整个创办人 其实是在2008年才用20万台币创业的 20万台币创业之后 在2013年 他整个资本额已经膨胀到7000万 茉莉国际有7000万的资本额 他其中说他占有了78% 那那个爆料人就质疑说 你从2008年到2013年 短短的五年之内 你要从资本额只有20万 暴增到你要有投资快五六千万 你等于是一年要存 一个月要存75万元 你才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政治实力 所以他认为当时茉莉国际的这个股份 另外一个中资的股方 叫做这个中资的股方 他们认为就是长青公司 元泰长青基金 元泰长青基金公司 他们认为说他的后面 其实最重要 他是一个中资的一个背景 那你去网路上去查元泰长青这家公司 你发现他从2015年成立以来 他的一个资本额是大概5亿美元 他所投逼的七笔投资 其中有六笔全部都是中国投资 唯一一笔只有这一家 所以人家就会质疑说 这一个元泰 这家基金公司 他自己的股东里面 其实是有所谓外资 有美国的国籍跟中国国籍 是不是其实他是假外资 事实上他就是中资 而且他入股了茉莉国际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借壳上市 其实要影响茉莉国际 整个一个政治的表态 那我问一下青皇 茶饮料打得很凶 可是这一波在中国有开分店 跟发展的都被迫要表态 对所以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有人说一方的这一招 等于是另外一种方式 把大家一起拖下水 为什么 因为如果只有一方一家的时候 所有的压力都是压在一方身上 但是所有人通通都被拉下来的时候 你要消费者同一时间抵制这么多家 难度就变高了 那这个压力就被分散了 那不然就馆场真的开出 馆场爱台湾牌的饮料店 有可能 但是问题是在于说 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是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我们上礼拜五的时候 就已经在中国的微博 微信上面就开始有人在传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Coco啦 或是贡茶啦 大院子啦 在官网里面提到中国台湾 这个也不行 然后呢 Coco讲说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也不行 坦白说 那个茶饮大混战里面 有一些我觉得已经太over了 因为其实他讲的也没有错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只是香港要的是真一国两制而已啊 所以就变成说 把Coco拿的这个因素就把它拖下来说 这个也要抵制 坦白说 你可以看到后面那个已经有点什么呢 那是在打模糊战 把大家都拉下水 所以到后面 你也看到发了那一篇微博的人呢 他也被中国的网民攻击说 你是故意的 然后他也把那个文章就是下架 然后跟大家道歉 所以在这里面就当然大家会去说 你在这场茶饮大乱斗表态里面 把大家都拉下水 但问题是刚刚慧珍讲的那个一方的 为什么会被针对上 其实他是要回答一件事情 一方为什么要做这么剧烈的政治表态 因为在去年 不管是85度C或是吴宝春事件里面 他们的处理方式哦 各位就两个关键词而已 哪两个关键词 一个叫两岸一家亲 第二个叫九二共识 就讲到这边 事情基本上就可以处理完了 因为你真的要 两岸一家亲面包都被K了 然后九二共识面包都被K了 然后他吃到一国两制茶 对而且他讲的是两个 就是一个叫一国两制 然后第二个是 你把香港定调成为说 那个叫做暴力罢工 那你想想看 我们台湾这边多数人的立场 是同情香港人的 那暴力罢工这个立场很明显是 你就是在应赫北京的立场 跟官媒 中国官媒的定调嘛 所以一方为什么会用 比我们刚刚讲的 九二共识跟两岸一家亲 更强烈的字眼 他直接去拥护一国两制 然后跟定调成为暴力罢工 那当然人家就会说 一方为什么要做这么激烈的政治表态 他比过去的这些台商遇到状况 都还要来得更激烈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慧珍所讲的那个粉丝业 他会去公布的是 一方后面的股权结构 因为一方后面的股权结构 人家去看的时候呢 因为人家会问一件事嘛 就是一方的老板 对柯子凯过去 或许创业经验很丰富 但你要怎么样 每个月可以存到75万 然后呢 在这个之前在创办 就是后来一方要推出来的时候 有这么多的资金 所以后来再看一方的股权结构的时候 才会看到 在他的资料里面会看到这一个 就这个所谓的 刚刚讲的元太长青基金 那么这个元太长青基金呢 后面去看 你会发现更有趣的连结是什么呢 这个元太长青基金呢 它的背后 原来是什么呢 它是中国方面的基金 它有5亿美金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合伙人叫陈刚 那这个陈刚同时又是另外一家 叫做杭州科地资本有限公司的 他的化名的代表人 那有趣是有趣在 后面这一家杭州科地资本集团呢 他其实一开始在做的是 在等于杭州这一带周边的房地产开发 那你想想看 要在很多年之前那个时间点 在中国做房地产开发 他后面难道都没有一些官商的实力在后面吗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你层层的关系 看进去之后 就被认为说原来一方的后面 就是有一个中资的背景在后面 所以即便你在台湾登记的公司 你的股权是没有到50%中资是没错啦 可是看也知道说 今天中资来投资你 他其实要的是把你这一套台湾的东西 然后在中国那边怎样就是复制展电 复制展电复制展电 那复制展电的过程里面 你最大的利益就被绑在中国的地方嘛 所以大家就说 对你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才要做这么激烈的政治表态 因为他跟你的利益相关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国两制查 会这样子让大家去有引起 网路上这么大的激动的原因嘛 因为你后面是中资 所以你连政治立场 你都被迫要表态成这个样子 那所以人家就会讲 那今天如果中资要你做 更激烈的表态的时候 你要不要做 你要做嘛 那这样的情况 你说对台湾的这些民众的情绪 会不会有影响 当然会有影响 好那我们来详细说一方的故事 一方最早的创办人新科 然后最早好像在台中 这个摆摊 然后一方这个品牌 最早是台湾的品牌 所以这是一个台湾人创办的 台湾品牌的产品 但是它的产业化 规模化跟海外市场 很有可能就入股的中资 以及现在的最大股东 也很有可能是中资 就是创办人持股可能并不高了 于是这个台湾人熟悉的台湾品牌 台湾业者 背后其实是前台的代理人 而后面的股东结构里头 不但有中资的成分 而且中资的成分 可能比外人看到的还要高 那于是乎这些所谓台湾创立台湾品牌 真的还属于台湾吗 当它国际化的过程是中国化 当它资本化的过程是中国资本化的时候 它事实上很容易是中国的资本基金进来操作 而那个资本基金背后到底是谁 背后当然是特定的富豪 也有可能是特定的国有企业 也有可能是特定的权贵集团的私募基金 这都有可能 于是这样的资金股东要求前台表态支持一国两制 可能一国两制也许经过五年十年之后 这样的表态还不够看 也许要表态到一国一制 有可能 就是说22年前的香港 要表态到一国两制 22年后已经没有一国两制 可能要表态接受一国一制 包含送中一制 所以香港人反送中 所以这就回头再讲 事实上政治跟经济息息相关 经济最后影响了政治 政治最后也是经济的延伸 那当然香港此刻在抗议的人当中 也有很多人是对香港经济此刻的不满 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整个全世界 这个川普老大跟这个美国的白宫团队 铁三角带动了一批反中的战争 那以这一次来讲 香港的状况失控了 香港的机场今天取消所有的航班 那整个香港机场关闭了 然而美中的对话机制也失控了 我们看川普怎么说 所以中国想要解决这个交易 他们已经有很多年代的最糟的年代 而且仍然变得最糟糕 千亿的公司离开中国 他们想要解决 我还没有解决 现在的谈谈是在夏天 把它发展开河 We're talking to china we'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you know we've been hurt by china for 25 30 years nobody's done anything about it and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do what we're doing it's working out very well as you know we we called them on manipulation and they brought their numbers back and they brought them back rapidly and they were able to do that because they manipulate but that's all it's called monetary manipulation uh not good but what happened and what's happening with china now we have an open dialogue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we keep our meeting in september if we do that's fine if we don't that's fine but it's time that somebody does what we're doing and i said the american taxpayer is not paying for it we had a big day in the stock market yesterday but the american taxpayers not paying for it 好這個張老師剛剛看到的是川普對著鏡頭說美中可能不談判了這個美中關係現在 跟兩岸關係差不多一樣的兵一樣的能了然而以這一次的火車對撞來講 這一次包含美國講到流氓政權主要關鍵是香港然後完全不對話了跟貿易戰跟香港也綁在一起那香港呢是今天機場癱瘓了不飛了然後呢也不准任何人出入了這個香港國際機場的這個通告裡面強調就是請旅客儘快離開客運大樓那照理說航班突然這個取消 或者是機場突然關閉一定是所有的人擠到航空公司的櫃台想辦法要安排那航空公司也有義務要安排大家的交通甚至過這個轉機旅客的飲食這些東西那他現在特別強調說請大家趕快離開很可能這個之後會有清場的行動 這個我認為既然已經嚴重到他認為要關閉機場讓整個交通或這個客運貨運受到影響那清場至少在我們錄影的這個時候這個還沒有進一步的訊息但是我認為這個可能性是不能排除他在地鐵站就可以清場那在機場我認為這個可能性也蠻高 所以昨天在地鐵丟催淚瓦斯彈今天搞不好稍晚會看到在機場丟而且機場如果一直集結一直癱瘓一直集結一直癱瘓 請問中南海可以忍受香港機場癱瘓多久因為香港機場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空運的樞紐而且我要跟大家報告香港最國際化的地方有兩個一個就是香港國際機場那另外一個是什麼地方港交所大家自己猜了所以接下來香港局勢恐怕就是逐漸外溢讓它的影響從香港內部到國際化我想這個恐怕是一個趨勢那麼剛才我們講到 郭文貴爆料說有大佬寫信其中一個強調就是說明年共產黨還會不會在位置上其實我們姑且不論它的爆料是真的還是假的 中共現在就認為說明年不在位置上的政權恐怕第一個是某個地區的政權第二個可能是川普政權 因為明年要選舉這個選舉沒有絕對所以你不在這個位置上的政權算來算去絕對不能是我們共產黨政權而是這些要經過民主選舉的政權我們最好都是讓它不要在位置上就是我們不喜歡的就讓它不要在位置上所以那個爆料我認為反而是中共的一個檢查表一個checklist就是說哪些政權我們不要讓它繼續在位置上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們自己當然要繼續坐在位置上然後也要讓這些我們不喜歡的讓它不要坐在位置上 所以那老共如果這樣硬幹不是更擾火川普嗎川普就跟你幹到底啦 他現在這個也認為現在川普還很節制耶 川普我這個週末把他白宮影片看了一下他只敢嘴這個收到金正恩的信 然後說我們跟中國可能不談判不談也無所謂他還沒有嘴香港所以董建華說香港是美國人跟民進黨的傑作那川普都還沒回嘴 川普現在還沒有回嘴可能就讓中國有一個印象就是川普目前不打算節外生枝 當然川普變化也很快了說明下個禮拜說明今天晚上說明今天晚上說明等回馬上推特馬上就出來 所以現在中南海的做法乾脆以不變應萬變明年可能不在位置上的政權他一個一個開始點數 一個一個開始去努力然後呢反正他有可能不在位置上我們現在跟他談 也這個效果不大而且他提出的條件也沒有變動我們也不能讓步那就乾脆就是撐一天算一天 我認為這個是現在基本的盤算那這個未來的情況當然就還有很多這個複雜的變數 好那我問一下老王可是老共這個剛剛給觀眾朋友看了中國的這個北戴河會議當中大佬的十封信 大概核心的問題三個一個問題叫做香港怎麼解另外一個問題是那如果港獨江獨這一堆抗爭的通通都貨在一塊 那請問如何維穩政權那第三個問題其實是集中在經濟特別是經濟的下行以及經濟的下行 在美中惡化然後雙方不對化怎麼解如果以中國內部最近公佈的幾個數據來講總體的數據的狀況事實上並不樂觀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CPI指數是創近期的新高其實中國他們目標大概就三個percent 所以如果還沒到三個percent我覺得他們不會過度緊張 但是其實你看這個趨勢是一直在往上2.8那這個如果我們去把它拆解細項我們看細項的部分這個是食品類是最大宗的 那食品類裡面又以鮮果跟這個豬肉的漲幅嚇死人了所以我們不要說人家吃不起炸菜人家現在他們比較他們真的有感的其實是豬肉 因為豬肉的漲幅是27個percent這嚇死人了所以很多大媽其實去菜市場是不敢買豬肉這是真的他們的心聲 所以豬肉還有這個鮮果鮮果的話這個這個整成長快三十三十九個percent是非常嚇死人的那消費者物價直接上了這不代表就是物價一直往上高 那我覺得是天災人禍天災就是這個氣候可能不好人禍是什麼就中美貿易戰嗎因為你已經禁止因為我們知道中國進口這個以前靠著大量進口這農產品要幹嘛有兩個功用第一個是彌補這個中國食品的缺口第二個就是維穩物價 因為他必須靠大量進口然後物價持品結果現在少了這個他已經不是不同美國進口對不對物價天品失去了一端 所以我就認為這個CPI未來持續往上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再來講一些重點我們看這PPI的部分PPI是這個我們講CPI生產者物價指數 PPI是生產者物價指數這代表這是三年來第一次出現負向成長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代表他整個工業喔我問大家一件事情喔如果今天你的工業這個產品喔 價格是一直往下移喔請問有哪個大企業或哪個老闆要去投資 我不會投資啊因為我一投資我就知道這個產品的路線是一路往下滑喔 那這個會發生什麼現象其實這會發生大家 他縮減這個資本的投資之外還有一個對大家一個很重要的信仰就是說有三點我覺得中國必須要去改進的第一個就是說他們可能會怎樣 持續三個方式第一個就是貨幣寬鬆 可是他今年我們知道過去一年半以來中國都是怎樣寬貨幣嘛緊信用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貨幣寬鬆有效的話那其實早就有效啊PPI不會下滑那第二點是怎樣增加鐵工機的建設鐵工機嘛 那問題是我認為我認為你現在他有本錢去增加鐵工機啊所以鐵工機的出台未來很重要的 那第三個重點是什麼第三個重點就是轉移目標 轉移什麼目標其實最有效就轉移到股市嘛去炒作股市啊 可是我們知道目前路股還是持續在破底當中啊 所以PPI的我覺得短期之內PPI持續下行的風險是非常大的 那我們可以得知喔PPI如果在短期持續下行CPI持續往上 那就四個字啊這個叫民不聊生啊 那代表說大家領的薪水不會比較多 可是要花費更多的資助去買這個產品的話 其實買不起來的啦 那如果我們再用經濟學的術語這叫停滯性的通膨啊 那這對於東國內地的話是非常危險一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消費端的部分啊 我們看汽車喔 汽車的話他們公布這個 我們知道汽車從去年2018年下半年就開始吹逆風了 那尤其我們今天玉龍喔剛剛公布他的財報啊 是任列了東風玉龍超過18億的虧損啊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們可以看這個圖啊非常明顯喔 他們今年一開始納字寫是喊出 今年在中國要賣出一萬量啦 可是你原來人家下面新聞就馬上打臉 他今年前五月才賣出五百多量 所以距離這個目標非常遠啊 這告訴大家 如果你過度的傾向中國的內地去做市場的話 你現在覺得他很發展 你網軒去靠的話 你會面臨兩種事情 萬一他開始萎縮了 那你可能要小心你出不來 或者是你要怎麼自救這問題啊 好我打個岔 所以老王那是你的故事是 玉龍今天早上這個剛剛宣布 任列中國大陸的投資18億的虧損 所以過去大家看到在中國發大財 那今天看到在中國賠大錢 而賠大錢的故事很有可能擴散中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美中現在完全不對話 那整個川普帶動的反中大戰 引發了全球政治跟經濟的大幅的變化 那老王剛剛分享給觀眾朋友 這個玉龍納智傑的故事 就是說傳統上過去認為中國13億人口 如果都買汽車的話 那這是不得了的市場 可是納智傑玉龍今年上半年 認了18億的虧損 傳統上大家看到很多台商習近 認為那個是發大財的中國夢 以後可能會看到很多賠大錢的中國 惡夢的案例 對其實大家特別小心啊 我們說這個整個中國的生產量 這個外銷出口比例才佔多少 佔3% 意思就是說他們過去二十幾年的好風景 有很多都是內需市場的建立出來的 可是這個現象在今年開始有點改變 因為這個中國開始提出所謂的國六 國六就是國家第六階段那個排氣污染的標準嗎 那這個就影響打擊到中國的車市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車商 第一個國六的車型不夠多 因為他必須要嚴格的規範 那我請問你啊 如果你是消費者的話 你又去買國五嗎 去買國五標準的不可能嗎 因為之後可能你這個國五 國四的車都沒辦法上路了 當然他會有一個緩衝期啊 可是對一般觀眾而言 對一般消費者而言 他是不太會去買這樣的車 所以造成整個車制的停滯 我們可以往下看下去 這個是所謂 然後我們再還可以講一個重點 就是說原本大家很期中國很自以為 就是說我沒關係 我燃油車往下滑對不對 可是我電動車啊 非常好啊表現非常出色 不好意思 比亞迪剛公布的這個數據 他的電動車也開始出現衰退了 那是為什麼很簡單 因為中國在今年開始取消 這個我們看到這個地方補助的部分 還有國家補貼都大幅的取消 那我也不見得要去買電動車了嗎 所以在這情況下 中國不管是燃油車還是電動車 他整個的消費力都是往下的情況下 那尤其是看這個乘用車 乘用車 乘用車一般這個我們 人民會做的車嘛對不對 他是大幅的往下 這個年增率都17%左右 所以我認為啊 如果你要什麼時候觀察中國車 是能夠維穩或一個轉折點 就是這個乘用車的部分 什麼能夠轉折回頭 可是我覺得是很難啊 為什麼 因為這些企業啊 他囤積了很多國五的車 他賣不出去 賣不出去又造成什麼情況 要去庫存壓力 賣不出去的話 就任意的虧損嘛 所以虧損會擴大 就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一個從消費者心理來說 消費者會有推延 他不見得會去買這些國五的車 那國六車他找不到新款 所以我覺得對於目前來說 車是內用外換 好 那我問一下汪浩大哥 我自己的感覺跟觀察 這一次香港的反送中 是這個中南海政治上的黑天了 那香港的市場 也可能會影響到全球金融市場 那另外一個全球政治經濟的這個灰犀牛 可能要關心的是中國經濟 到底會如何修正 然後剛剛老王分享的是這個食品的通貨膨脹的 中國內部的壓力 然而現在看起來很有可能 停滯性通貨膨脹的結構正在成形 而中國經濟的調整最終會影響到全世界的經濟 對香港肯定是中國今年經濟狀況的黑天額 因為大家知道中國每年的所謂直接外資投資FDI 80%是來自香港的 中國企業發行的外債 80%是來自香港資本市場的 那香港的銀行業對中國的信貸倉口 超過一兆美金 所以如果香港國際金融市場不穩的話 中國企業根本沒法在香港融資 根本不能吸收來自香港的FDI 直接投資的話 對中國的經濟的打擊是血傷加傷的 那這張圖說明的是另外一個問題 是過去五年 中國政府每年的財政開支 是上面一條線 逐年上升 上面這一條是中國政府財政開支 是開支 佔GDP的比重 下面是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 佔GDP的比重 好下面是收入 上面是開支 對你看 今年這個開支跟收入中間的差距 創歷史新高 已經達到了將近9% 好 GDP的9% 中國的GDP是90兆人民幣 90兆人民幣 9%就是9981 就8兆人民幣 這是一個天文數字啊 這個 呃 這種 這種差距 靠什麼 就是中央銀行印鈔票 中央銀行印鈔票 直接貸款給銀行 來填補這個差距 也就是說中國政府現在的 剛才我們有談到這個鐵工機啊 或者中國對這個買車的電動車的補貼啊 什麼都取消嘛 鐵工機的這個基本建設投資 就是止不來嘛 因為這個這個經過這麼多年 中國政府的財政已經全部苗栗化了 去年前年30個省市 只有8個省市是有財政盈餘的 其他20幾個都是財政赤製虧損的 那今年上半年只有上海一個地方 是有財政盈餘的 其他30個全部都是虧損都是赤製的 那你中央政府的赤製我剛才講了 已經達到了GDP的9% 那在這樣一種財政狀況底下 維穩的開支又不斷的上升 軍備的開支又不斷的上升 而且是以百分之十幾 是GDP增長說多了一倍以上在增長 在這種情況下它怎麼能夠支撐下去呢 所以只能印鈔票 所以人民幣只能貶值 這是毫無疑問的問題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的忠實觀眾跟粉絲們掃描QR Code 直接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的影片 我們的訂閱已經突破32萬人了 歡迎還沒有訂閱的忠實觀眾跟粉絲們 訂閱或者分享 同時我們節目的影片也會分享在IG、Twitter跟臉書的官方帳號 歡迎觀眾朋友分享跟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